因為前面我們有練習過了 只是說你對那個套索工具 還有像快速選舉工具熟不熟悉啊 不過我發現 快速選舉工具好像一次做到位 好像有同學還是有問題啊 不過其實這就是要多多練習啦 這快速選舉工具有沒有 加跟減 預設是新建 你就點 先點一塊有沒有 再點一下 那你不要往裡面點喔 他有時候會 他會去偵測附近相似的顏色 有沒有 如果像這個這一塊不見對不對 沒關係 你可以再把它撿回來嘛 撿 有沒有 它就回來了 然後再加 有沒有 加跟撿 你可以這樣子慢慢去 去去 有沒有 把它 這一塊不見對不對 沒關係 再把它撿回來 有沒有 再撿回來嘛 這樣不是差不多了 旁邊再用套索啊 因為這個太 這個範圍太小了 所以你用快速選舉 你一點他又又又又亂掉了 所以大概是這樣 所以快速選舉工具是讓你選大概的 不是讓你選 細部的喔 那所以記得喔 最後記得再把它反轉一下 細部的話請你用什麼 套索 或磁性 那磁性的話呢 除非你那個邊緣很很明顯 不然的話你會 找不到邊緣 他也沒辦法做到 或者多邊形套索等等的 這三個我想你可以自己試 最簡單就是這個套索啦 配合 上面增加跟減少 那旁邊這邊有個什麼呢 羽化有沒有 什麼叫羽化 特別重要 如果你希望選的時候邊緣 讓他稍微 有點模糊啊 讓他 因為你選的時候有時候太明顯了 那你如果你希望邊緣 有點 打一個什麼呢 讓你有點霧化 就是說有點柔化的話 那你可以用羽化這個效果 那至於羽化多少 這個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一個像素 兩個像素 他就一個像素 如果一個像素 他就把附近一個像素的部分 弄得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邊緣就會變得有點柔和 OK 有點 好像擦過粉一樣的感覺啦 這個我想各位可以 去稍微了解一下 那至於其他功能 什麼調整邊緣 這個有些功能 也許你可以點進去再看一下 試試看 反正這個功能做錯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再配合那個復原 這邊有個所謂的復原 有沒有 復原就是 Ctrl AUTO加Z OK 所以這個功能的話 你可以把它記下來 做錯沒關係 好 第一個我們完成了 第二個的話 我們接下來看就是要做什麼呢 題目再來就是下面 下一個這個 處理背景 沒有啦 這是107的旁邊 106的下面 在這邊 所以 106在這裡 處理背景圖層 然後呢 要做什麼呢 其實主要兩件事 第一個 如何讓背景 看起來比較模糊 模糊喔 就有點像我剛剛跟各位講 單眼相機拍的效果 單眼相機拍的效果 有些有沒有 背景模糊 實際上就是它的 謹深 聚焦在一個地方 對 它的 其實 專業的術語 叫謹深 謹深就變淺了 所謂的謹深 淺的意思是說 它就會在 焦距有沒有 就會在 人的那個地方 所以 人的前後是清楚的 或者人是很清楚的 但是前後的東西是很模糊的 這叫謹深喔 謹是風景的謹 深是深淺的深 謹深比較淺 那如果說呢 你謹深 比較 這個 比較深的話呢 那相對的 就是說 前後的背景會是比較清楚的 第一個 模糊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飽和度 色彩的飽和度怎麼樣 要不高 意思就是降低啦 所以兩件事 那怎麼樣做 其實非常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如何讓這個 我們的背景 所以你請你把那個 塗層衣先關掉好了 眼睛先閉起來 先不要讓他看到 主要針對什麼 背景 所以記得 請你把游標點在 背景上面 不要放在這邊 放在這邊 是變成處理這個 塗層衣 背景 做什麼 把這個背景 變得模糊 OK 那怎麼變模糊呢 濾鏡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模糊 模糊裡面有很多種模糊 那我是建議 你可以試試看 這邊模糊各種方式 其中 使用的機率最高的 這邊甚至有什麼 鏡頭模糊 那你們可以都可以試試看 那我用 高濕模糊 記一下 高濕模糊 做做看 這個 濾鏡裡面的模糊 找到高濕模糊 那多少才 比較接近 各位可以試試看 這邊底下有個拉桿 你會發現 這是最清楚的 這是景深最深的 慢慢的有沒有 有沒有 那你要怎麼調 才會剛剛好 有沒有景深有沒有 就變淺了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以後 如果你要拍藝術照 但是你可能手邊的那個 相機 沒辦法拍出這樣的效果 沒關係啊 你可以自己調一下 把景深稍微 調的強度 再增加 模糊了 我大概試過了 如果跟那個我們 完成當比較接近 大概強度在6 如果你6不夠的話呢 你可以再調高一點點 那有點像是那個單眼相機 再加上長鏡頭 長鏡頭的話 這個效果有沒有 所以 為什麼人家要特別 像你如果用長鏡頭拍的話 你會發現 你拍的東西非常的清楚 但是前後呢 都模糊 尤其是背景是模糊的 那個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單眼相機 配合長鏡頭 OK 單眼相機裡面要拍出景深的話 就是調整那個光圈 OK應該知道光圈吧 光圈可以調大一點點 調越大 它的景深越淺 不過一般相機 如果沒有辦法調整的話 那就沒辦法做出這樣的效果 變你可能要後製 那這邊大概調個6左右吧 按個確定 第一個 那你可以跟完成檔稍微比對一下 把它感受加 放大一下 那你會發現 第一個 我們的什麼呢 顏色 幾乎接近模糊 模糊的程度啦 反正接近大概6左右 第二個呢 可是跟完成檔 還有個差別 它的背景有點像是 秋天 有點像冬天 很像快下雪的感覺 像這個季節 像台灣好像去年有下雪 不過要到山上去看 對不對 那如果說 你現在想要去下雪 其實現在大家很想去看什麼 去北海道走走 哇 下雪的感覺 太棒了 可是如果你這時候沒辦法去 你只能 什麼呀 望眉止渴 自己做一下下雪的感覺吧 OK 那你要怎麼樣把 原來的背景本來是有點像是 春天啊 夏天的 那個樣子 把它改成像冬天一樣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就簡單 就是可以用什麼 一個 叫 把它的 色彩飽和度降低 編輯裡面 特別注意 編輯裡面呢 你可以找到一個功能 這邊的話呢 在 這個有個調整 調整什麼呢 調整它的飽和度 當然你 另外有一個叫 自然飽和度 你可以試試看 兩者之間的差別 其實我剛剛講過了 濾鏡裡面 有很多種模糊 那當然 我這邊試過的結果 可能高濕模糊 比較接近 但是呢 其他的模糊方式 你也可以再去試試看 如果你將來 這些功能你都熟悉的話 你各種模糊的方式 你都可以很快的 可以做出你可能想要的那個效果 比如說呢 常常有那種 外面 外面模糊 中間清楚的 那個效果 你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這邊有個放射狀模糊 就可以達到你可能需要的效果 所以每一個 也許你可以 再去做個變化 那今天當然同樣 我們也會有個變化題 也就是說 請各位 就是把那個水管 換一個東西 你喜歡的 看什麼樣 反正 反正就是一個東西 不要是人物就好了 可能一個建築物也好 或者是 一個什麼 像之前 比較熱門的 像什麼油桶 有沒有 油桶 突然被風吹倒 那個也可以啦 諸如此類的 彎腰的油桶之類的 然後 或者是 看源氏大學附近的什麼東西 反正換個東西 然後呢 套用我們背景的話 你可以自己再找一張風景照片 把它合成 但是我需要的就是說 如果你要是冬天的效果 那你可以自己找一個冬天的感覺 但是如果你要夏天的效果 沒關係 你也可以再把它 夏天的效果做出來 沒關係 反正變化一下 好 那這邊的話 模糊的效果 你也可以改一下 不見得一定高濕模糊 那再來的話 把它變成有點像冬天的效果 怎麼做呢 影像裡面 有一個叫色彩飽和度 有沒有 調整 特別是位置 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影像裡面的調整 調整裡面有個飽和度 色彩跟飽和度這個效果 那我們把這個 改成什麼 改成比較像冬天的效果 其實我這邊試過啦 基本上就是把什麼 飽和度稍微降低一點點 降低到多少呢 各位可以看到沒有 有沒有發現 這張圖呢 如果降到很低很低的話 幾乎就是有點像 好像 怎麼樣 有點像黑白照片 很像冬天的感覺 不會有點像北極的 OK然後 再往上 大概我調過 大概差不多百分 -60左右 有沒有 那當然如果相反的 如果你調 往前面 增加的話 你會發現 有沒有 感覺越來越有夏天的感覺了 為什麼要整個感覺亮起來了 你再往上就變這樣了 這個感覺有點怪怪的 OK好 那怎麼調 剛剛好了 我想各位可以自己玩玩看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設計 設計並沒有標準答案 那你怎麼做 你就是看自己 喜歡的效果 另外有關攝像 跟明亮度 這個當然也可以調一下 比如亮度 如果你要暗一點的話 類似像這樣 這太暗了 OK 基本上我主要是調整這個 飽和度部分 按個確定 那你再跟完成檔稍微比對一下 有沒有 就很接近了 不過好像還差一點 有沒有 它好像有什麼呢 有一些雜質的感覺 顆粒的感覺 所以如果說你要變成顆粒的效果的話 也許你還可以在濾鏡裡面找一下雜訊 可以增加雜訊 或者是說呢 可以銳利化等等的 其實這邊呢 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背景的這個效果 盡可能做出來 那主要 最重要的兩個效果 一個是 模糊裡面的高濕模糊 我大概設為6 第二個影像裡面的 飽和度 我把它-60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其他的效果 我想 各位在自行 試試看 另外的話 我們會有個變化題 這個變化題 就是說 請各位用 其他的 也許你換一個水管 換個其他東西 背景 可能看你要不要換 如果不換 你可以用原來的背景 然後效果的話 用 自己再改一下 那個像 濾鏡裡面的模糊 稍微改 試試看 說明